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的事业运 财运 以及桃花运都很有可能出现大幅度下滑的状况 也就是说面向不佳 手向较差的人缺乏好的财运 感情运势 那么什么样的穿着打扮更容易让你破财呢 我们怎样穿衣搭配能为自己招来好的财运呢 小姜之接下来给姜友们讲解一下 一 九种服饰不能穿 一 脚上的鞋子存在破损 鞋子在衣着当中算是对个人财运影响最大的一个了 因为相学中认为 双脚的外形会改变一个人的事业运和财运 如果脚部的外形不是很好的话 很容易面临破财危机 缺乏正偏财运的 同时穿在脚上的鞋子若是出现破损 甚至是有一个明显的破洞存在的话 也会导致个人遭遇财富损失 一般来说鞋子有破损会影响个人的事业运 使得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容易遇到意外变故 二 穿着有补丁的旧衣物 虽说破旧的旧衣物打补丁乃是一种勤俭节约的表现 但这也表明了个人财运不佳 收入低迷 没有充足的金钱去购买新衣服 勤俭是一种美德 但无需因为勤俭 让自己看来缺乏良好的收入 成为他人眼中的穷人 虽说穿这种衣服 并不代表自己生活贫困 但久而久之 确实会影响到个人财运 毕竟在商场上 没有哪个人会愿意和一个贫穷的人合作 三 衣物的颜色和自身相克 也就是说 衣物色彩代表的五行属性 与自身的五行属于相克关系 这会导致个人的风水运势下滑 从而面临破财 受伤 离职等美运 就像是一个人的生肖为害珠的话 那么他们就不可以选择穿戴红色的衣服 红色五行为火 代表于五行之水的害珠互为相克 所以在挑选衣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颜色带来的五行变化 确保不会影响到个人财运 四 气质不够成熟稳重的衣服 很多年轻人为了追求时尚 会在穿着打扮上尽可能表现的个性化 但是这种穿衣方式 很难为他们带来好的财运和财富收入 因为穿着不同会影响一个人的气质 虽然只有性格成熟稳重的人 才可以在工作中有所成就 所以不要选择一些过于轻浮的服装 穿戴这类衣物会改变自己的气质 以及财运 五 带过多的饰品 有的人喜欢在身上带各种各样的饰品 像是预制品 皮修等等 除去美观的因素 他们还认为这会给自己招财劲宝 其实不然 万事万物各有其器 佩戴过多的饰品会使其混乱 反而使你的财气无法聚起来 全部消散了 若一定要戴 选择一两样就好了 六 常穿奇装衣服 风水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普通人搞不懂的时候 最好按照最普通的搭配 无功亦无过 如果经常穿着奇装衣服 很容易在风水上冲撞 尤其是现在的一些服装 固于追求设计感 而忽视了风水的禁忌 常穿会使财气泄露 七 衣服破洞太多 现如今很多年轻人 都比较喜欢穿一些 带有破洞的衣服裤子 觉得这样显得十分的潮流时尚 但凡事有利有弊 固于追求带破洞的衣服 只会让自身形成破印气场 要知道 在过去 人们的衣服破了 如果没有条件换新衣服的话 就一定要用针线 把衣服补好 因为破洞会使人产生破败相 赚钱难 花钱快 属于不藏风俱气的风水 八 夏日穿红色 风水讲究五行 而五行央生又相克 火刻金 而火的时令是夏 色为红 在夏天穿红色 耀眼的红配着炎热的夏 火气更旺盛 但同时也抑制了金的生长 导致了金的衰落 金主财 金衰落了 你的财运怎么会好呢 所以谨记 夏天一定不可以穿红色 尤其是大红色 九 衣服图案不及 衣服上的图案应该简洁明快 寓意吉祥 切记过于张扬 或者寓意不及 现代很多年轻人 标新立异 用凶猛的动物 或者人畜骷髅头案 做装饰 不但不会提升气场 还会使自身受到 煞气的伤害 二 六种专一方式 财望事业家 一 考虑适合周边环境 服饰除了要适合本人 也要和周边的环境相宜 有的人穿衣服 并不是多么奢华 但是你看着就是舒服 这就是因为环境 人 服饰之间的和谐 因此 不同的场合 要注意选择适宜的款式 比如 工作的场合 最好穿正装 休闲的时候 就不要穿得太严肃 参加婚礼 可以穿得喜庆一些 不仅让新人感受到尊重 也能更多的沾沾喜气 提升运势 自己的服饰 只有与环境相宜 才能更好地融入环境 才能得到更多的 环境气场的加持 如果不相应 不适宜 就会格格不入 二 选择适合自己的款式 每个人的身形体貌不同 五行气场不同 穿着不同款式的衣服 也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除了提升自己的审美之外 也可以请一些 善于穿着打扮的朋友帮忙 现在有一些专业的造型师 通过这些方式 确定适合自己的衣服款式 一般来说 对于日主深入的朋友 建议选择硬朗一些的 线条感明显一些的服饰 而对于声望的朋友 则建议选择具备一定柔度的服饰 特别是一些脾气比较急躁 或者比较刚强的朋友 更加适合 三 多穿符合自己五行喜剂的衣服 服饰的颜色要符合自身的五行喜剂 尽可能选择能够补救自己喜用神的颜色 对于命理五行喜目的朋友来说 金色绿色系的颜色更为合适 对于洗火的朋友而言 红色系则更为合适 对于洗精的朋友而言 则是白色系最为合适 洗水的朋友适合黑色蓝色系 洗土的朋友更适合黄色系 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色彩的丰富 和选择的多样化 因此也可以选择能够 声望自己喜用神的五行 比如说洗目的朋友 也可以考虑以五行水的黑色系来帮衬 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四 根据出生季节选择适合自己的衣服颜色 我们还可以根据出生季节 计算出不同时段出生的人 适合哪种颜色的衣服 具体如下 春天出生的人适合穿白色 银色等浅色衣服 夏天出生的人适合穿黑色 蓝色的深色衣服 秋天出生的人通常适合穿蓝色 绿色等明亮的衣服 冬天出生的人通常适合穿鲜红色 红色等服装 五 穿衣以整洁卫生 穿衣服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整洁卫生 这是获取良好气场的前提和基础 这样才能够受到福气 采气等祥瑞之气的喜欢 试想如果一个人自身衣着散乱 甚至脏乱 无惠还油腻的话 普通人见了都要褪比三舍 又怎么会招揽到好运气呢 因此不管你的衣服是新是旧 是贵还是便宜 都要保持最基本的干净整洁 六 衣服一亮晒精光 通常来说一些很长时间闲置在衣柜里 没有拿出来穿的衣服 最好在经过阳光的晾晒后 再穿在身上 因为闲置衣服上的煤气 在一定程度下会扰乱自身的风水气场 此外一些新买的衣服 最好也洗净晾干再穿 这样做既有利于风水 也有利于卫生健康 说了这么多 无非是想让大家把生活中这些小细节 注意起来 如此才能身心慷态 辟邪招服 最后小姜之也想提讲一下 平时不注意穿着的朋友们 还是要用心一些 得体适宜的服饰 令人舒适的外形 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尊重 也是对周边人的尊重 更会有利自己的运势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希望朋友们都能够在自己的服饰上下功夫 在流行的趋势上 穿出自己的风格 相信一定会对你的运势有所帮助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